吳子龍 碰到的狀況是 不要半夜吹口哨 對 我有碰到很多次 因為我很喜歡唱歌 所以其實我們在歐洲 唱歌的我們都會吹口哨 那我有一次在台灣 在台灣的劇場 我們已經經常要彩排一個 那個音樂劇嘛 然後我在那邊沒事 都試玩麥克風都沒事做 就坐在那邊然後吹口哨 然後我只過了大概 10秒後 我被三個人 跑過來罵我 然後說在劇場不可以 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為什麼 就是在劇場就是不可以 因為你在吹口哨就等於在跟林階的朋友玩 一二三木頭人 對 楊文春全嗎 如果我現在吹口哨也是不行的 不行 在攝影棚通常不行 攝影棚裡面有什麼禁忌嗎 有啊 蠻多的耶 因為晓良哥 以前我們在錄影的時候都說 就是錄到一半的時候 不要突然抬頭看燈 燈架 你會看到一些你知道 就是有人也在看你 真的假的 一起看錄 我好像有聽過這個 對 因為以前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以前在錄 舊的娛樂新聞的地方 對 真的啊 就是那時候就是說 我們會請一些命令老師來 然後他們就會說 好大家現在不要動 在你的大概差不多 12點鐘方向的正上方 現在有人也正在看著你 但是你不要看他 對著的的 對著的